本次的演出由月薪支持管協乐团与台大和尚团领先演出 搭配着歌谈百变歌姬魏如轩及台湾首席南中英500域行演唱 时而气质康博时而优雅合一 令在场的观众为之动楼 林锡囊表示 在乐团办大型音乐会让大家都能大饱而福 免费欣赏音乐之美 这次演唱曲目相当多元且精彩 让在场聆听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回忆 也提升文化水准 期待未来持续推动音乐文化 成为南投观光新亮点 我们日夜坛在办花火音乐会 这是非常好的 尤其观光客来到日夜坛 在夜间可以在花火音乐节 来这边欣赏音乐 可以提高我们的观光旅游水准 那么今天来演奏的还有演唱的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些歌唱家 音乐家 相信大家来到乐团绝对不会让你寂寞 像是这么一个大厂的音乐会 你看人潮这么多 显示我们国人对欣赏音乐的水准就相当的高 所以我们日夜坛是全国观光亮点最好的一个景点 所以除了观光之外 我们来要把音乐文化继续带动起来 今天非常感谢这么多的年轻的好朋友 来这边欣赏花火音乐会 这名歌手魏如轩及国内首席南中英屋板玉席 演出的曲目包括丁丽君的《甜蜜蜜》 《小城故事》 《与何日君再来》等快智人口的歌曲 加上《江慧的家后》 《酒后的新生》 《与伤心酒店》等耳熟能详的歌曲 让在场聆听的民众 陶醉在优美的旋律之中 享受一场文化音乐的洗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